2020太平洋智能自走车运算思维竞赛 28号在光复山工活动中心热烈登场 总共来自全县各校队伍参赛要角逐冠军 花莲县长徐振卫主持了开幕一事 他也为选手们交要打气 同时对于花莲的科技教育蓬勃发展 成效灌全台 县长也感谢师长们的努力 要全力来推广花莲的科技应用教育 不论是迷宫夺宝站还是接轨赛 或者堪称智能自走车赛奥运的迷宫守卫站 各校选手从运算思维程式设置 攻防战术到机具操控速度样样精准到位 即便场上是自走车机具 攻防竞赛的精彩独不输人 2020太平洋智能自走车运算思维竞赛 今天在光复山工活动中心盛大登场 全县北中南三区科技教育中心指导的各校队伍 将近上百位的选手来参加盛况空前 县长许正威也亲自主持开幕活动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同时对于花莲的科技教育蓬勃发展 成为全台之首 特别感谢师长们的努力 未来也将全力推广发展花莲的科技应用教育 让花莲的孩子们发光发热 在我们学校的教训上面 让我们很故事能够从透过我们的学习 设施语言以及我们各项的学习教育 结合在我们各地方的农业和观光领域 我想这是最故事的而且最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留在花莲发展花莲 能够留住花莲的人口的力量 现代科技已光束前进 花莲县前瞻性的科技教育理念与时俱进 尤其从2019年起分别在北区花岗国中 中区光复国中以及南区玉璃国中三校 设置制造教育科技中心 强化科教师之群以及硬体设备教具 使得科技教育南北均衡发展 也让外界误以为是科技沙漠的花莲县 成功翻转成为台湾科教领域中最亮眼的内科星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